好朋友们 你们选糖果屋还是水果屋 哈哈 我当然选糖果屋啦 我也选糖果屋 我也要选糖果屋 荣荣 你真的不考虑一下 来我的水果屋吗 抱歉了 小兔 我还是更喜欢吃糖果 为什么大家不来我的水果屋呀 因为糖果更好吃呀 有糖果吃 谁还吃水果呀 可 可是多吃水果对身体好呀 哼 小朋友们肯定愿意来我的糖果屋 我这里有各种各样好吃的糖果 我这就分给大家 大家快吃吧 喵喵喵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糖果 东东 我能带回家慢慢吃吗 当然可以 你吃完了再来我这里呢 太好了 我们回家了 喵喵喵 糖果真是太好吃了 小赛罗 吃饭了 好的 妈妈 吃饭前让我先吃两颗糖 喵喵喵 终于把饭吃完了 我觉得还是糖果好吃 让我再吃两颗糖 喵喵喵 好吃 该睡觉了 对了 睡前让我再吃点糖 喵喵喵 终于妈妈去上班了 今天会回来的很晚 冰箱里给你留了饭菜 你在家要乖乖吃饭 我知道了 妈妈你快去吧 我有这么多糖果 还吃什么饭呀 喵喵喵 好吃 等我把这些吃完 再去糖果屋拿 蓉蓉 你这是怎么了 妈妈 我头好晕了 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 医生 我家蓉蓉到底怎么了 蓉蓉妈别担心 蓉蓉只是没吃饭 饿得头晕 回去吃点饭 休息一下就会好 那医生我们的孩子呢 阿七和小赛罗也是吃太多的糖果 现在长得蛀牙 还在里面治疗呢 以后要让他们少吃糖果 好的 我记住了 坏蛋里东东 以后我们再也不去你的糖果屋了 哎呀 以后再也吃不了甜甜的糖果了 蓉蓉 我这里有甜甜的水果呀 真的吗 真的 我这里有甜甜的草莓 红红的樱桃 还有好吃的西瓜和菠萝 而且水果有充足的水分和维生素 好吃又对身体好 你们快来尝尝吧 好呀好呀 我要选小兔的水果屋 我们也要选小兔的水果屋 不行 你们都不准走 必须选我的糖果屋 我们才不要听你的 糖果都把我们的牙齿吃坏了 就是就是 我还被饿晕了 走 我们快进小兔的水果屋去 哼 不回来算了 有的是小朋友来我的糖果屋